1997年8月7日,恒指最高16820,昨日收市16832,即十四世紀指高出十二點。 恒指由當年33隻,增至現時73隻,當中不乏新經濟股或科網股,於極高價時甚至頂價時納入恒指成分股,而納入後跌幅又大過舊成分股,若非有此等權重股加入指數。 恒指不會如此肉酸。 蒙牛羽葉 2319,市值1226億元,上半年表現領先行業。 在全球羽葉排名第七,現價31元,今年以來跌29%,後進一步回落時收集。 1.2021財年,12月年結。 蒙牛順利50.25億元人民幣,EPS1.27元人民幣,創歷史新高, 交易情前的2019年,41.05億元人民幣,高出22%。 2022財年上半年,蒙牛477.2億元人民幣,按年升4%。 順利37.51億元人民幣,EPS0.95元人民幣,按年大升27%,並以相等於去年全年的75%。 國人飲奶意識持續提高,推動與製品消費,行業復甦。 2.蒙牛今年全年盈利預測60億元人民幣,EPS1.49元人民幣,增長19%。 現價預測P19倍,PB2.7倍。 過去六年,平均P31.7倍,平均PB3.73倍。 國內龍頭衣股,伊利股份,戶.600887. 市值2074億元人民幣,今年預測盈利增7%。 預測P20倍,PB3.9倍。 光明雨孽,戶.600597.市值1408億元人民幣,今年預測盈利增21%。 預測P21倍,PB1.68倍。 蒙牛估值與兩者相約。 3.蒙牛最新動態事件以私有化雅視利,1230.市值54億元。 蒙牛持51%。 出價1.2元。 PB作價0.900倍。 對方今年上半年虧損1.59億元人民幣。 蒙牛出價慷慨。 雅視利作價1.13元。 4.6月底,蒙牛正借貸258億元人民幣。 正借貸股東資金總額比率59%。 蒙牛現價31元。 後26元給納 目標34元。